高端到底有沒有問題 大家告發了六十三個案子 現在簽解了 但是怡雲還是沒有解決 所以貴委中研院院士陳培哲 他說難怪大家會有個感覺 就是政府幫高端開很多法說會 重要的這些環節 都是我們的衛福部長出來講 然後隔天股票就漲了 指揮中心變成股價的炒手 衛福部長薛樂園很兇 說你講話小心一點 就算你貴委院士又怎麼樣 要請教楊明 我覺得薛樂園部長就提告吧 就比照當初陳時中部長 去告吳子嘉董事長的模式 就去告吧 告了就有真相 這是講說指揮中心成為股價炒股 這很嚴厲的指控 我建議薛樂園部長一定要告 否則未來疫情指揮中心 沒有這種所謂的這種公權力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你們在炒股 這個一定要告 而且最好 如果今天告不成法院認證的話 那我就只能恭喜陳培哲院士 他的質疑是有道理的 好 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會關心說我們的社會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現在網路上有出現所謂的全亞洲最大的包揚網站 這個奉勸大家看這個新聞一定要有這個正確的相關的觀念 他說一進來推出了繁體中文版 號稱一出現會員已經破了三萬人 那新北市議員他就非常緊張 他說他在上面一直宣傳說平均每個人每個月最少可以被包揚到六萬多的零用錢 那其中有三十六趴是學生 甚至有十四趴有在工作的居然是教育業的也非常的驚人 那他的包括有各種不同的消費模式 已經在九十多個國家有四百多萬的會員 那要當這個Sugar Daddy有兩個條件 不一定是富翁 然後要懂得尊重衣著體面的成功人士 但是我覺得說穿了一切應該都是錢 對 到底這個算不算違法 我們要不要去約束他 這請教育豐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在一個灰色的地帶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去註冊這個網站的話 你進去之後他不只是包養這個Sugar Daddy 不只是找比較年輕的 他也有甜心媽媽 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我覺得比較像 他就是一個媒合的一個角色 在家的媽媽需要你的照顧 對 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不是那種 一般的Sugar Daddy 那你 但是這到底合不合法 已經有金錢交易了 我覺得他這個東西 平台都非常的聰明 你都扯不到平台 因為平台只是收你的手續費 只有你的會員費 你今天約出去 你譬如說像這個議員他講的 每個月六萬多 六萬多 其實你在台北六萬多 你包養得到嗎 應該是包養不到 他還有那種說單次計費的 我覺得那就比較像是 性交易的媒合 但是跟平台有沒有關係 平台肯定可以逃脫法律的制裁 反正當初是你這個Sugar Daddy 跟你這個甜心小朋友 你們兩個自己的一個處理 但是因為這樣子有沒有 很多人被騙 很多的女孩子 就是遇到了渣男Sugar Daddy 很多的笨蛋Sugar Daddy 其實就是被人家騙 然後根本什麼手都沒有摸到什麼的 所以你要去上這種網站 你說去朝聖 去看看也就算了 你要是真的花了錢 然後真的去找的話 我覺得後面會麻煩不斷 有一種騙的方式 是女生會騙她的年紀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在彰化這兩天有個畫面 大家一直在討論 直接來看 在這個市區裡面 晚上10點的時候 有一個雨衣就撐起來 飄啊飄啊飄 那這個感覺真的很像是阿飄 那到底怎麼回事 那你如果說是風吹起來 它也會上上下下 但它沒有上上下下 它就整個立起來 然後在馬路上這樣飄 但是今天新的畫面一出來 覺得感覺它飄的方式 好像有人吊著它 所以懷疑說是不是無人機 在操控它 用一個比較CUSO的一個方式 今天有不同的這一些解釋 不過警方他說 我們要講科學 警方說五公里外 有人在施工 他有可能是施工的那個假人 但那個假人有二十幾公斤 所以大家覺得很奇怪 甚至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如果用無人機 我們把它真的裝在上面 將一個支架拍上去 這個無人機的操作來看看 好像比較接近那個影片的樣子 因為那個影片 你說是指揮交通的這個假人 真的是那個假人有二十幾公斤 而且他還有穿反觀背心 跟那個照片不一樣 所以這畫面 但是可能也要牽涉到 無人機的操控的技術 因為你還要那麼平穩 這個部分要請教裕豐 我覺得這個一看 大概就是跟無人機比較相關 之前有一些理異的一些說法 說冤魂我覺得不太像 然後那個工程的假人 不可能飄得起來 他說他旁邊剛才有一間宮廟 對 是不是要跟他有冤 跟他拜託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太明確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還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喔